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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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体上基本是相当的捷径 但是一般上每一个系统的用的土地量也不同 而且它的用的机械也不同 排污方法也不同 那所大的标准也不同 那据我所知呢 DOTO3他是曾经在日本念过书 而且在日本的一家大型企业上过班 所以我觉得日本的企业 那个文化相当的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因为很勤劳很有效率这样子 那对于这个你在日本的一些经验 再到你现在从事这个排污系统的承包商 能不能说一说 你以前从进入这个排污系统的工作范围 到现在整个排污系统的演化 到底是怎么样的 排污系统的研发其实跟政府的条例 是息息相关的 比如说以前十年前要求BOD的排放罢了 BOD是 BOD就是一种排污的标准罢了 对于这种力气啊 这些的排放标准啊 阿摩尼亚的排放标准不严格 那基本上整个处理系统的处理都比较简化 但是随着因为排污系统的要求提高 比如说需要阿摩尼亚的排放 那系统就更加演变成更加复杂 那技术上也要求比较多 我们有兴趣知道阿摩尼亚的那个排放 你可以简单跟我们讲一讲 氯气和阿摩尼亚这个东西 氯气跟阿摩尼亚其实是发泄上的 不同的名词的变化罢了 其实是阿摩尼亚其实是 还没有经过氧化之前的是阿摩尼亚 经过氧化跟再氧化 那个就是叫做nitride 然后nitride再变成nitride 其实这是个发泄的名词 相当的复杂 好我们大概懂一懂不懂 继续去问Google 其实我很想了解一下 有那么多的排污系统 不同的这些技术嘛 那是不是随着技术越进步的话 所需要的那一个成本啊 就会增加很多呢 整体上是不一定的 因为如果你一般上整个排污系统 不只是算整个排污系统 也需要算到土地的应用 跟土地的价格 因为技术的更新 所用的土地的面积比较小 那整体上就比较便宜 也许系统上会比较贵一点 可是它的标准高了 比如说现在新的系统 还有墨的技术 墨就是一种filter 对墨的技术 那你用的土地更小 排放的标准很高 那水质也很好 可以再利用 变成有附带价值 所以这个科技的发展 也让我们的承包商的工作容易 而且土地买小一点 钱可以省一点 对不对 成本就降低了 所以有好的技术 也就是为什么贵公司 可以在这个朗卡 为国际商业巨播奖 得奖了 可不可以我们讲一讲 这个一个好的承包商 你们重视的工程细节是什么 哪一个过程你们是最重视的 对于专业承包商里面 最重要的是诚信 诚信 诚信 客户对我们的满意 还有我们的售后服务 还有客户对我们的口碑 因为口碑是接下来 我们终于 business 的 终于的步骤 最重要的程序 人会介绍人 对 而且去了解贵公司成立18年 还得到了一些 比如说有英达利水 财政部和国家水务委员会注册的 请问这些注册意味着什么呢 在马来西亚 所有关于净水 干净的水 跟排污系统 所有的系统跟机械 都需要 包括承包商都需要 都受到这个span的管制 那span的认证是前提之一 就是国家水务局的认证 国家水务局的认证是前提之一 而且对于排污系统所建造之后 一般上都交由英达利水为营营 因为英达利水是马来西亚政府 指定的营营商 所以我们跟他们的认证 也对我们未来的销售服务 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其实英达利水 就是英达沃特 对 在我觉得十多年前 感觉上英达沃特的名字 我们是不熟悉的 可是后来呢 就广告一直在打 一直叫我们要交排污费 这个是不是 在这个承包 你的承包排污系统的 演变过程中 扮演着一个 起着决定性作用的 一个转列点呢 是不是一些政府的政策 造成这个英达利水的名字 开始打响了 我们开始重视排污了 要保护环境了这样子 对 政府的这个条例 当然是很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英达利水 它本身也花了很大的 那个努力去推 推广 让人们认识排污的重要 而且如果排污系统 没有做得好的话 接下来我们的水源 也受到污染 真的 所以很重要 你们肩负重任 对 所以我想问贵公司 你们的公司 对于未来的展望和计划 有哪些 我们未来的展望 就是延续现在的技术 导入更新的 更前卫的技术 走在行业的前端 然后尽可能的话 在相关的企业里面 有更大的发展 比如说往进水方面 肥水利用方面的工程 那我想了解一下 其实Dato 3 您对于你的公司 能够在这个 兰卡威的这个奖项里头 就是最佳环境解决方案承包上 在这个奖项能够脱颖而出 其实你的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 我认为我们最大的优势 就是因为我们跟客户的关系好 得到客户的认证 所以才不断地 给我们信任 给我们新的工程 让我们发展得更快 成为更大的企业 刚才我们有提到说 其实Dato 3 他是在日本念过书 念的是这个电子工程师 其实你念的这个科系 跟你现在从事的这个行业 有什么相关吗 感觉像老象没有关系 其实他有帮助到你一些什么吗 实际上帮助是多多少少都有的 因为我们念的是工程连续的东西 凡是工程基本的原理 多多少少都有应用到 而且当我最初进入污水行业之前 我其实是做销售营业的 Sales 对 然后我是做泵的营业 泵 泵 对 泵 泵 泵 因为泵在污水里面 占了很大的作用 而且它的相关机械 都有用到泵的地方 所以从后来就是变成 演变从泵的销售 往工程方面 污水工程方面发展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一路走来学习到的 恰好都跟现在你从事的相关 所以最后你走入了这个排污系统 的这个承包工作里面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Dato3 来跟我们讲了那么多排污的系统 背后的一些不为人知的 我们真的不知道如果你不说的话 现在有六七种系统 然后那些氧化过程等等的 感谢你也祝福你的公司在未来的日子里 蒸蒸日上 好 财源滚滚 谢谢 谢谢 谢谢